我來我來我來 新年快樂 第一次開跨年秀 第一次和觀眾一起倒數 原來挺興奮的感覺 但很緊張的 後台我耳朵很多人在說話 我原來買了 那麽歌叫停半分鐘聽一管的歌 我們唱到中途突然停半分鐘 然後再 single唱歌 這是一個這樣的設計 芬汁得下六秒 反途得個老廟 還有一點點 不要緊啦 有些事煞那光輝都蠻好的 反而反過來 我覺得做得好 這個show 本身的籌備是需要太多的配合 所以我覺得昨天和今晚 show 完全是兩個run down 尤其是去到Encore的部分是完全不同的歌 所以安排到run down是很厲害的 但是要多謝我們的團隊 這次是由兩個人的這間公司 慢慢去發展成為 這次是有過百人幫手 所以對我來說是很 自己公司開show 原來真的很不容易 不過很值得 回到本 回到本 會不會回到本 我不知道 你看到我這個台我都沒有打算回本 我是真心覺得 因為這幾年大家支持我很多 所以我是希望以一個回饋的形式 本身是想一個新碟發佈會的 但是想想想就變成一個這樣的音樂會了 但是我們還會錄製了這個show 會出DVD 希望接下來大家都可以去買 我是很流行出一些舊東西 又出黑膠碟 又出DVD DVD現在都算舊了 我相信 但是希望大家都會支持 值得收藏的 是否有些感觸 在最後的時間 當然有 還有其實小巧出來的時候 我完全頂不住 他那首歌叫《微時》寫給我 接下來在我的大碟會收錄 裡面說的東西是 不僅是我和小巧 還有Joyce和Mac 我們這個三糧教肢的組合 大家在這十幾年來去經歷的高高低低 但是大家仍然在大家身邊去扶持著 這件事是太難能可貴了 他寫了其中一句 對我來說很深感受的就是 身於者圈太亂 確實是 我們在這個行頭 都大大話話都已經有十年 過十年 中間是有很多 來來來合合 亦都有些高高低低 而去到現在這一刻 我們大家還可以同台吃飯 他最後那句就是 用赤子的心老去 我希望我們過了幾十年 我們老些時候 都可以繼續見面 聚會 繼續開心 再說我不行了 你問第二條問題 他扔下了我老公 但我覺得我是值得的 因為我先認識他 可不可以這樣說 他不懂廣東話 我可以這樣說 但是算先後次序 我認識他 I know her longer Mr.Pack 白先生謝謝你 因為其實是 聖誕是外國人來說是大節的 但他都割愛讓了小巧給我 但以我所知 他現在已經在上面慶應功 和在喝 所以我等一會會再去 他應該沒有記住老公 剛才說 古法會開場 是否更加一個更大的 我覺得這次 那個售票情況 是好到 是令我覺得 原來我是有少少 怎麼說呢 低估了 低估了大家的力度 大家真的 搶票搶到傻了 連角落頭的票都很難搶 但是我接下來是希望 在2023年可以再開場 就算不是一個大一點的場地 也希望多些場地 因為這次是兩場 希望可以多些場次 又要再練功了 因為這次是為這個場地 重新學唱歌的 都要多謝一下我的唱歌老師 Max老師 令到我這兩萬唱歌 其實是舒服的 我相信可以再唱多幾萬 希望可以挑戰一下紅館 因為剛才看Eason 我真的覺得他很厲害 我都要好好向他學習 當我經常覺得 我可以慢慢去追他的高度 他又彈走了 他又再升了 所以 音樂真是無知境 是否想開同館四面台 我剛才都很乖 你看到我在這裡 這個場都搞四面台 你就知道我多想做四面台 因為跟觀眾近一點 剛才我簡直是見到觀眾的樣子 我認得有些是我的朋友 有些是支持了很多年的歌迷 那種感覺是不同的 跟我做一個三面台 你想想其實我除了頭五行 我的眼睛又不是特別好 除了頭五行之外 其實後面那些我都見不到 但是這次我真的可以 可以還回立體去招呼所有的貴賓 希望大家都開心 有了 一直都有入籍的 有好消息就會跟大家講 你知道之前疫情有很多不同因素 所以我都希望可以儘快有新的演唱會場地 可以公佈給大家 這次只跳了一次日跳 我看到很多人都很好 會不會是長大挑戰 這件衣服就是小蝶V 傳說中的小蝶V在這裏 都要有一條假裝的 但其實這次是做了一個小嘗試 其中一部分我跳了一隻舞 而我覺得這次是我少有地 我跳得挺肯定的 我看回這條片都好像挺有型 可以繼續嘗試 我有很多這次的排舞師 其實是Win Win和KC和Carol 他們是其實很新進的一班 dance crew 但他們教得很好 令到我上台的時候 完全沒有顧忌和沒有擔心去演出 去跳舞 我見觀眾都很高興 應該可以的 做多幾首跳舞 做多幾首跳舞歌 做多幾首快歌 我挑戰MIRROR 說笑而已 不是 就是跟著你學師 我真的 我昨天都說 我看到Jeremy 唱歌跳舞真的很厲害 一邊唱一邊跳 眼睛又厲害 他樣子又搖 Anson Lo故之然厲害 搶了Joyce走 直接 現在只叫他做老公 我看跳舞可不可以厲害到他 然後搶Joyce回來 不要搞這些事算了 哈哈哈哈 新年願望 新年願望 真的 衷心希望大家 可以 健康 因為近來 其實確實是 身邊都有些朋友 真的中了COVID 這樣 是 很悶 講這些新聞 已經講到 整天都是講疫情 疫情 口罩口罩 然後又講防疫 怎樣 我覺得這些話題 真的很悶 很想快些過 也希望 也祝大家保重身體 還有希望 2023 會越來越順 希望這次 為大家打了一個 好的頭炮 多謝大家 辛苦了 好啊 好啊